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是以线上的形式来举办毕业典礼 虽然无法体现当面见到大家 但是我们对于毕业生的祝福 以及鼓励的热情不减 同学们经过多年的努力 现在顺利取得学位 完成了人生中非常重要的里程庇 校长仅代表学校全体同仁 向毕业同学以及家长表达衷心的祝福 期待毕业生们带着师长及家长的祝福 能更乐观勇敢地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这两年来全世界都遇到新冠会员疫情的考验 台湾今年经历了 我们讲病毒来势汹汹在国内疫情艰困的关键时刻 学校也很努力护起研究型大学的责任 投入抗疫工作的社会责任 正在进行多项抗贯的研究 希望这些研究能成功对国人的健康有所注意 我想 我相信应该很快的 我们将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 我相信在全民的抗疫历程 在解决重大医学难题上面 大家都能领悟什么是输到用时防很少 因为在未来的人生中要继续继修 充实自己才能面对困难以及挑战 让自己的生命感到满足与有意义 大家都很熟悉 Apple已故的那个执行长 Steve Jobs 他曾经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 勉励毕业生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也就是说 求之若鸡,虚心若愚 以不满足态度的去学习任何有趣的思路 寻找成功 就是要有愚公愚山的精神来勇往直前 换言之 找到你所爱的东西 想走到自己的路 勇敢坠目 各位毕业同学 在学校都已学习到并具备专业的能力以及知识 今天你们走出校门去寻求光明的前程 期待能学以致用在社会各行各业当领导的人才 一定要有明辨是非 折扇固执的勇气 培养国际观实现改造世界的愿望 你们是被祝福的 未来事业有成 要怀有感恩之心 能力所及要去拉别人一把 弯下身去 让其他的人站在你的肩膀上面 让世界变得更棒 当你们可以让你周围的人更快乐更成功 你也会更快乐更成功 同时心灵上也会更充实及满足 在毕业的前夕 校长还有一些信念想跟各位同学分享 希望在同学们的人生旅程中可以有些帮助 第一 每一个人都会遇到挫折 当你碰到的时候要记住 迅速的站起来 继续往前进 换一句话就是拍拍屁股又是一条好汉 第二 团结力量大 一个人的成就固然重要 但是要集大成 要懂得集思广益 联合团队的力量 以一加一加一大于水的精神 你可以让本来以为不可能的事情 变成水到取成的经验 而且格局大的人都知道 强者付诸 今年本校毕业典礼主题是下个路口见 寓意深远 你们都还年轻 目标清晰 未来可期 相信自己 勇往之前 我用这句话 勉励各位同学 期望大家 带着自信与微笑 及中医大手培养的能力 来面对未来世界的挑战 努力做个乘风破浪的人 相信忠募不负众望 各位毕业同学 请记得孝训人圣勤怜的精神 还有市长们 对你们的教导以及曲续 迈向更美好的挥养 你以中医大为荣 中医大将来也以你为傲 祝福各位 蓬城望临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谢谢